年轻人们大家晚安 大家都好吗 我们华人常讲说有岐父必有岐子 我听说姚明的女儿现在12岁 她已经190了 姚明226公分 她的女儿才12岁 她童年过得特别快 她可能上那个小时候 她没什么小时候 因为长太高了 话说我第一次去美国 看我们家孙女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她刚满月 然后我就看了她 看了她几个小时之后 我就问了一下我女儿说 那个女儿啊 为什么孙女一直在睡觉 然后其实当下她就不是很开心 就说爸爸你怎么这样 她其实没在睡觉 她其实眼睛比较小而已 然后我女婿也在旁边 她就说爸爸我告诉你 她说我小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老师突然说 姚明226站起来 那干嘛 老师我怎么了吗 不可以睡觉 上课不可以睡觉 老师我没有睡觉 我只眼睛比较小 那从此之后她就豁免 她就可以光明正道地睡觉 所以我不知道 你父亲的习惯是什么 刚刚我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叫三个字 李慕林 对了 我们家孩子就说 爸爸你不要叫我三个字 你叫我三个字我会翻脸 这是我们家孩子的标准动作 好 那我就要想说 年轻人们 你跟你爸爸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你可以开始想想看 你跟你爸爸相同的地方是什么 外表吗 外表跟爸爸长得很像的 或者是智商 刚刚那个浩伟 他就以他的爸当榜样 那他希望他在课业当中 学业上面 可以跟他父亲的路径一样 或者是性格上面 我不知道有没有性格 性格上面跟爸爸是很像的 或者是态度 刚刚讲认真是一个态度 认真是一个态度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那我家有一个 不能讲儿子或女儿 他反正从小他自我形象就很好 大家觉得说 他每次都说 其实以这个护资欲出了 他每次都说他很帅 那当然 我说like father like some 那我希望 我希望我的子女 对信仰是很认真的 那我不知道 因为我个性很急 所以我的有几个孩子 个性也很急 就是我没有耐心 结果就发觉说 我的孩子 有的孩子也超级没有耐心的 那有的孩子跟我吃的食物 是非常非常的像 是非常非常的靠近 那我之前讲过 我爸很喜欢追剧 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就想说 我这个追剧到底从哪 后来想说 原来我爸年轻的时候 他每次要看 看那个 那时候还是那个 录影带的时候 大家有知道录影带的 有听过录影带的举手 年轻人们 你们家有吗 十几岁的应该没有吧 是吧 都已经是DVD 都已经是CD了嘛 那我爸以前看录影带 他都是去录影带出租店 三十几集港剧 三十几一次出回家 一次把它看完 那后来发觉说 我有一段时间 我追剧也是这样追 于是被圣灵钾说 以后你孩子你不要不准追 今天不是一个题目就是 爸爸的标准动作 爸爸的标准动作 在圣经 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十九节 神的话语这么说 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来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 只也照样做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 谢谢祢在父亲节的主日 祈求祢赐下祢宝贵的生命 高抹在每一位神的耳朵的身上 让我们有能听的耳 让我们有受教的心 也赐下圣灵的恩高 高抹在祢价的身上 让祂可以把祢的话语说得清楚 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所以我们从这段神的话语里面来看说 其实耶稣就是说 祂跟天父的关系 祂说祂自己不能做什么 可是唯有看见天父所做的 祂就能做 所以天父所做的事 祂也照着做 我想很多时候 在我们成长的背景当中 也是这样子 在六月份的时候 牧师讲了两篇信息 是跟属灵的恩赐 跟我们服事有关系的 其中我们就讲到 Shape这个五项特质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给我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没有关系 从S开始 S H A P E S就是属灵恩赐 就是讲 Spiritual Gift 然后H就是 Heart 然后再来就是 Abilities 然后再来是 Personality 再来是经验 个性 能力 心 我们不再去讲它 可是当我们讲到经验的时候 特别讲到经验 其实有几种经验 其中一个经验是家庭经历 跟我们原生家庭是很有关系的 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从家庭里面 因为你耳濡目染 你在家里面 家里面其实是蛮多的时间 特别是刚刚有提到 在Covid期间 基本上不管你喜不喜欢 好像每天都跟爸爸妈妈关在一起 是吧 因为那时候政府三级 三级警戒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人都是在家上班 在家上班 然后在家上课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跟你父母亲 会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 本来还有学校 是吧 本来爸爸还有公司 那那个时间 已经没有那个分界了 学校 公司什么的 都没有 都不用去 通通在家里 那我不知道在那个时间 你很开心还是很痛苦 我不会让你们举手 也很尴尬 可是在经历的过程 在那个经历里面 有六个经历 其中一个是家庭 那有教育 有工作 有属灵 那有服侍的经历 那还有一个痛苦经历 那我希望你在家里 没有痛苦经历 可是我听到有一些 年轻人你在家庭当中 有一些痛苦的经历 因为应该是爱你的人 可是你却从 应该爱你的身上去 就是可能他们也不是 故意要伤害你的 可是你受了伤 我都知道 我跟一些年轻人 在聊的时候 就发留说 他们有一些痛苦的经历 是从家里 可能是在困难 可能是在伤痛 可能是在烦恼 或者是失恋当中 那你学习到什么 所以在经历里面 有两块 是跟家庭有关系的 所以 接下来你就要想想看说 你的父亲 或者是你主要的照顾者 他带给你什么影响 不管是好的 或不好的 因为我们讲影响 包括好的 或者不好的 是吧 因为我看到 我们小学的时候 是会罚钱的 讲三字经 一开骂 一讲就罚钱 一讲就罚钱 所以 我们是 不大会 讲脏话的 可是 我知道 有一些同学 他们 因为我爸也不大讲脏话 所以我们 我们没有 没有这种 这种错误的学习对象 可是有一些同学 就是 很容易 回到家 爸爸 都在讲那个话 所以可能是一个字的 或三个字的 那 来到学校 他们就把 他们家庭里面 看到的 就 讲出来 我不知道你爸爸 或者是你主要的照顾者 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记得 我爸爸 他大概从我高中的时候 他常常会 跟我的 互动 比较像是说 又是我的爸爸 可是又是我的朋友 但我从高中的时候 他就常常跟我说 儿子啊 你比较聪明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 你帮我拿个主意好不好 我高中的时候 我爸常常会问我说 儿子你觉得 你觉得这件事情 怎么做 可能会更好 他觉得 我从 从很小的爸 就觉得我很聪明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很聪明 对 所以 因为我得到我爸爸的接纳 跟肯定 所以这边 如果做爸爸的 我鼓励你好好的 去爱你的孩子 好好的接纳你的孩子 跟肯定的孩子 因为 我在读了那本书 叫做 《我心狂野》 我希望你们以后可以不用读 可是如果你常常要寻寻寻寻觅 就像苏打绿刚刚那首歌一样 他说常常要去找肯定 他很期待从爸爸 不管是眼神 或者是话语里面得到肯定 因为如果没有从爸爸身上得到肯定 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你就要从外面去找了 你要去世界去找寻寻觅觅 你可能在 长大之后就变成一个工作狂 那你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就要在学业上面 可能在运动上 在所有你所做的一件事情 就追求你的价值跟你的成就 如果你没有从你的爸爸得到肯定的话 那因为我爸爸的接纳跟肯定的关系 我可以很顺利地从一个小男生 就成长成一个男子汉 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 在这个地方卡住了 所以如果你刚好跟我刚好是颠倒的 是你非常非常需要别人得到的肯定 那你如果没有得到肯定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进行于工作 进行于各种可能是瘾 包括酒瘾 包括色情 包括各样的不好的关系或什么的 那我就鼓励你去看 《我心狂野》这本书 那在这一次 这次父亲节 教会给了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的节目部 他们用了一个题目 就叫爸爸的标准动作 那我想我就直接用他的主题 那他的英文是My Role Model My Role Model 那他里面又讲到说 大手拉小手成为我的楷模 可能你们已经进入青少年 不大跟你爸爸牵手 还会跟你爸爸牵手的 也不用举手 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就恭喜你 表示你跟你爸爸关系还蛮好的 那其实我们都觉得 爸爸应该是一个楷模 可是爸爸不见得会是楷模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因为他也没有上过爸爸学校 可是我要问的是 你跟你爸爸有没有属于 你们两个专属的动作 你一比你们两个就有默契 就会知道说 那个是属于你们两个的 很像你可能会讲德文 那你爸也会讲德文 我讲的是那个语言 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动作 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动作 其实要蛮好的 那在电影里面 就是因为在现实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的父亲 可能有一些隔阂 所以好莱坞电影最喜欢演什么 爸爸救小孩 有吗 有没有注意到 像那一部叫Die Hard Die Hard的中文叫做什么 《终极警探》是吧 《终极警探》一口气就演了四集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在布鲁斯威利 在他还没有老人吃胎之前 他就演了四集 他在救他的女儿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影集里面 就是一个电影的系列 然后再来就是 连恩尼迅演的什么 《极客救援》 也在救他的女儿 有没有看到好莱坞塑造出来的爸爸的角色都是什么 很强 除了很强之外 他们的婚姻都不幸福 有注意到吗 有注意到吗 《终极警探》是这样子 有注意到吗 《终极警探》是这样子 然后《极客救援》也是这样子 就是爸妈是分开的 有注意到吗 好像英雄都有缺陷是吧 《终极警探》 你的爸爸可能也有缺陷 就是他有的时候当你的英雄 可是他同时也有缺陷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也有缺陷不是吧 那我接下来就要问 也不用举手 因为很尴尬 请问你心目中的英雄或者是典范是谁啊 孩子们 年轻人们 你心目中的英雄或者典范是谁啊 你可以有一个答案 等一下或许你们小组 如果是主日之后结束 你们可以讨论看看 那其实根据统计 45%的年轻人是以自己的父母为榜样 我看到这个数字我还蛮开心的 还有45% 有45%的年轻人是以自己的父母亲为榜样 那特别是关于人生的引导 还有启发这个部分呢 关于人生的引导跟启发这个部分 32%的人是像朋友 可能就找同学啊 找同学 找闺蜜 问他们 那看他们怎么做 那就跟着他们 那这是像朋友看齐 那15%呢是像名人 名人就是可能是运动明星啊 你喜欢的歌手啊 你喜欢的那些运动选手 你喜欢的歌手 他们所说的 有15%的年轻人 会从他们身上去找到答案 可是更多 更多的年轻人 其实他们分享 一直到25岁以前呢 对他们行为影响最大的 其实是父亲 还有父亲跟他们的关系 父亲跟父亲跟他们建立的关系 是对他们影响是最最重大的 所以今天牧师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 关于父亲节的时候 我们讲到说父亲的标准动作 第一方面是 爸爸的影响力可能会远超过你的想象 你的父亲的影响力 可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那我们先从圣经里来看 我刚刚讲到说 英雄他们都有缺陷 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 有几个失败父亲的例子 我们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类 叫做亚当 那亚当他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因为他生的前面两个孩子 一个叫该隐 一个叫做亚伯 他的长子就把他的四子亚伯杀了 长子就把他的四子杀了 那这个对做爸妈的 应该是情何以堪 应该是蛮难过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看亚当 因为亚当他吃了分别三样的果子 神分布亚当说亚当 那圆中所有东西都可以吃 就那一棵树的果子不要吃 那亚当看到夏娃去 看那一棵树的果子 然后一直看 看着觉得很好吃 他也没有阻止他 他明明就在他的身边 可是他没有阻止 还眼睁睁地看 夏娃就把分别三样的果子 就吃下去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我真的觉得亚当很炸 我上次在上个月的 那个信息的时候有提到 因为我在想说 他可能在想说 到底撒旦说的是对的 还是上帝说的是对的 到底夏娃撕下去会怎样 如果上帝说的是真的 那夏娃会死吧 可是其实也还好 因为反正上帝会 上帝爱他 所以他知道他独居不好 他可能再创造一个就好了 创造下一个夏娃 不管叫什么名字 结果夏娃没死 他不但没有死 他还递了一个过来 到底亚当吃是不吃 亚当当然只能吃 他只有选择叫吃下去 不然他就惨了 刚刚不是有一个答案吗 刚不是有一个答案吗 有一个孩子的答案是说什么 爸爸是担心妈妈 很多时候会是这样子 圣经也没有讲到什么 圣经也没有讲到 因为你从他里面经文 你就看到说 该隐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做敬拜 该隐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做献祭 所以表示什么 他爸爸从来没有献祭给他看 从来没有敬拜 给他看 这表示这个很可惜 如果一个基督徒的 做父母亲的 从来没有 敬前的榜样给子女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圣经里面说 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 其实他也没有记载 任何关于亚当跟夏娃 再去贵劝儿子 或是去服侍他 没有 好像从此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后来圣经又说 亚当跟夏娃又生了一个 叫赛特 赛特的意思是 他跟神给他一个儿子 跟亚伯是很像 而且那个形象的样式 跟亚当是很像的 这个叫赛特 然后赛特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 叫以诺士 然后圣经里面说了一个 非常耐人寻味的说 那个时候 人才求告 耶和华神的名 很特别 亚当是神创造的 他知道神的真实 可是 他的信仰 没有 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 非常悲惨的故事 那我们再看 圣经里面 大卫是一个好王 可是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是一个好的王 可是他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他的儿子 暗嫩去强暴 他同夫异母的妹妹 那这个叫 他的妹妹叫做 他妈 不是骂人的话 你自己去读圣经就知道了 那 这是乱伦 因为 哥哥去强暴 一个同夫异母的妹妹 可是 大卫做了什么事情 大卫什么事都没有做 他像个死人 他放任 他圣经里面讲 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他竟然没有处理 完全没有处理 他是一个缺席的父亲 然后 结果那个压杀龙 压杀龙看到他自己的 同父同母的妹妹 被欺负了 然后爸爸又不吭声 于是他决定动用私行 他就磨杀了 他同夫异母的哥哥 暗嫩 然后再一次 大卫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他还是不奔不问 原来大卫不会做父亲 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王 他不会做父亲 因为大卫跟他的父亲的关系 也是卡卡的 大卫跟他的父亲的关系 也是卡卡的 他根本不会爱人 然后 这个压杀龙这个儿子 杀了他的哥哥之后 他就怕东窗事发 于是他逃到他的 他的外公外婆家去了 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 明明大卫很想他的儿子 可是大卫完全没有开口 还是在将军问他说 那你要不要我把压杀龙再找回来 就压杀龙真的回到大卫的身边 可是大卫还是不理他 我不知道做爸爸的 你们爸爸会不会 年轻人你们爸爸会不会 爱在心里口难开 如果这边一次做爸爸的 请你们要对你们子女 要说一些恩慈的话好吗 千万做爸爸的 不要不会开口说爱你的子女 然后最妙的来了 压杀龙后来篡位 压杀龙这个心里面 就有很深很深的那种不开心 那就跟爸爸 想要跟爸爸有好的关系 可是又没有办法靠近爸爸 那结果他叛变了 他叛变之后他篡位了 结果这个大卫呢 他真的是有点怕待 他怎么说呢 他跟将军说 将军啊 他在讨难 大卫在谈谈 他跟将军说 因为他觉得将军很厉害 请你不要杀我的儿子 如果你跟他作战的时候 你不要杀他 那难不成 那将军就错乱 那难不成 我气窃投降 那他杀我嘛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他会溺爱他的儿子 到一个程度是这样子 可是他的儿子从来不知道 他的爸爸爱他 所以不用看八点档 好好地看圣经 圣经里面就讲到 圣经就讲到说 做爸爸的很多时候 真的不会做爸爸 他在职场上面 可能是一号人物 不用 姐妹 你千万不要 在职场上是一号人物 可是在家里 是一个缺席的父亲 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 我忘记几年前 大概两年前三年前 用了一个六位的力量 在讲这个部分 那我再看 再次从大卫 从亚当来看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错过了好几个事情 在六位的力量里面也讲到说 做爸爸的 因为是权柄 所以爸爸该用权柄的时候 应该用权柄 爸爸应该是有一个权威的 可是不是滥用权威 你要用权柄之前呢 要先让孩子感受到你的接纳 感受到你的赞赏 那你要花时间陪伴他 让他知道你爱他 那同时你可以交到他责任 那这个时候 当底下几个都有的时候 你是可以用权威的 那可是 看到大卫 很可惜的是什么 他没有付出时间 陪伴他的任何子女 所以他跟他的子女 都是疏离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同时 他没有让他的子女 感受到他的爱 没有感受到那个爱 所以这个部分就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我们就来看 很多时候因为 我们肉身的父亲是这个样子 他可能在职场可能很厉害 他可能是一个好的王 他可能是一个好的主管 可是他可能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所以我一个很强的领受 就是第二方面 最好的父亲榜样 当我们在讲说 父亲是一个肉妈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最好的父亲榜样 其实是神自己 兄姐妹 可能你在世界的父亲 在肉体的父亲 可能让你很失望 那我自己的父亲 其实我自己很知道 在我爸爸 我爸那一道 我爸是民国27年出生的 那个时候是在 第二次大战期间出生的 那那个时代你知道很穷 他是很穷很穷的 所以他们的模式是 只要活下来就好 那到爸爸出了社会之后 他是忙着赚钱 根本没有时间 顾到家庭的一切需要 我不知道你爸爸是不是这样子 或许你有一些遗憾 因为我们自己的父亲 要成为一个模范父亲 或者是楷模 年轻人们 如我这么说 真的不容易 因为你爸爸 不会学习 因为没有学习过 不知道怎么做好的爸爸 那很可能也跟我一样 自己年轻的时候 也是把绝大多数的时间 放在工作上面 甚至于我们家 老大老二的前几年 基本上 我几乎没有跟他们什么合照 我几乎完全错过 他们成长的时候 因为当时忙碌于工作 我觉得我需要有好的工作 然后给他们好的物质环境 我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的爸爸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年轻人 不管你的爸爸怎么样子 你可以打破 打破你们家 世世代代相传的那个创伤 因为从原生家庭 他可以看到 原生家庭 我不知道你爸爸 希望没有 可是我知道 有的 因为曾经听 在服事的时候 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的爸爸可能就这样对待他 你真笨 你不够好 不管怎么样 从来没有从他爸爸 他好不容易拿个东西 给他爸爸 这有什么 我以前一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从复兴身上得不到肯定 总是讲到你真笨 你不够好 那不管怎么样 你要做拿起盾牌那个 因为你信主了 你跟你组的弟兄姐妹讲说 你信主了 信主了 你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 就是不管你爸妈怎么对你 不管你爸爸怎么对你 那个盾牌 那个盾牌拿来 不该听了就不要听 过例过 然后你要做一个爸爸 以后年轻人们 特别是弟兄 年轻的弟兄们 以后你要常常对你的子女说 我以你为荣 我爱你 因为那是天父对我们的样子 所以我说天父是最好的榜样 我们要打破 打破那个枷锁 打破从 不管是阿公 因为以前就渊渊相报 对不对 爸爸被阿公错待 阿公被真主不错待 那就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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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 也可怕的事情 然后一而再再而再 看到很多的弟兄 很多爸爸不会做爸爸 因为其实很讽刺的是 我们为了学习 为了在学校学这么多年 学英文可以学这么多年 可是从来没有爸爸学校 我们没有爸爸学校 然后所以弟兄普遍不会做父亲 因为缺乏榜样 我不是帮弟兄找借口 我是说年轻人们 你不要以这个当借口好吗 你说我爸爸怎样怎样怎样 不要这样走 以后你没有借口 因为牧师已经分享过了 我说最好的榜样是谁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那是最好的榜样 我们再来读一次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 年轻人们 我们都信主了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 把不好的停留在上一代 不要再下去了 从你这一代画个界限 不要再这样下去了 你不喜欢你爸爸对你做的事情 你也不要对你的子女做 你就停在上一代了 停在这里 我们可以选择把不好的留在上一代 我们来看真言的三章的一到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六节经文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不要紧守我的诫命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细在你景象上 刻在你心板上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 能恩宠有聪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特别是第五节 第六节 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 来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哥里左右的年轻人 跟他讲说 要认定神 因为神必定会指引我们的路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那个6A 因为那个6A就是神 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神就是按照这个6A 来对待我们 我们看到最底层是什么 接纳 对不对 最底层是接纳 所以有没有注意到 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我们在受洗信主的时候 神没有说 你要做什么改变 然后你才可以变成神的儿女 没有 我们只要相信 接受耶稣 我们就可以成为 耶稣就可以成为 我们生命的救主 跟生命的主 然后我们生命就可以开始改变 所以耶稣接纳我们 是一个罪人的身份 耶稣接纳我们 是一个受招 我们是一个有限的 我们的智慧有限 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们的能力有限 我们的寿命也有限 所以神按照我们的本相 接纳我们 那接下来呢 在这个接纳是最底层的东西 如果没有接纳 就没有赞赏 如果没有接纳 赞赏是一个很虚伪 是一个很假的东西 那从那个接纳之后 再来就是赞赏 圣经里面怎么说 神看我们为宝为尊 是吧 神看我们全然美丽 没有任何的瑕疵 弟兄姐妹 那是上帝看我们的样子 不管你的爸爸妈妈 怎么看你 弟兄姐妹要记得 上帝这样看我们 神看我们为宝为尊 神看我们全然美丽 没有任何的瑕疵 所以你爸爸可能从来 他不知道怎么给你肯定 我相信今天 神要透过牧师来跟你说 孩子你做得很棒 我相信那是神要对我们说的 神要常常鼓励说 你做得很棒 你可能若生的父亲 他不知道要赞赏你 那可是要从你开始 开始要学习这件事情 好 再来 有接纳 有赞赏这个部分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 之后呢 就可以往上盖房子了 上面是什么 affection 是关爱 关爱 有没有注意到 上帝爱我们到一个程度 他为我们把独生爱 都为我们给舍了 是吧 他爱我们 所以怕独生爱 都为我们舍了 所以神为你我付上代价 跟你左右的弟兄姐妹讲说 爱绝对不是嘴巴说说而已 他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 天上好得很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在那之前 他受鞭伤 被吐口水 然后他死亡了 真的死亡了 三天之后复活 这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全都是因为他爱我们 不然他不需要 做这些事情 然后在接纳赞赏之后 关爱是一个柱子 很重要的柱子 那再来就是时间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神的儿女们 有的时候父母亲 没有办法与我们同在 可是神愿意与我们同在 有看到吗 圣经里面说 神乐意与我们同在 当我所分布的都教了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你根本不必向外寻求 只要你祷告的时候 只要你渴慕的时候 只要你相信的时候 神就与我们同在 神就与我们同在 所以两个大柱子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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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爱 一个是 是时间 这两个柱子 那再往上 就可以看屋顶了 屋顶是什么 屋顶是一个叫做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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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文叫 责任 六个A都是A开头的 所以你看神的话语说什么 你们中什么就 收什么 中什么收什么 是不是责任 你顺着圣灵杀种 你就得永生 你顺着情欲杀种 就收败坏 所以这个叫做因果 cost and effect 是吗 因为神把这个游戏规则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这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了 所以很清楚 我们有责任 不是都是你爸妈的责任 所以当有这几个A价好之后 上面是accountability 所以神的儿女 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 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 那神要我们做光作业 那我们就去做光作业 神说什么 我们就照着去做 那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然后在网上就是管教 管教是我们最不喜欢听的 那叫权威这个部分 authority 任何事情只要偏离神的心意的 其实神就会管教 为什么 因为神的话语这么说 神所爱的怎么样 必定管教 如果我们不会去管 别人的孩子 可是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才会管不是吗 所以弟兄姐妹记得 当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 神不是想要修理我们 神不是要恶神我们 不是 神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我们再次回转归向神 神只有一个目的 让我们再次回转归向神 透过他的管教 让我们知道说 原来有一些事情 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 那所以还记得这六个A吗 这六个A其实就是天父对我们的样式 所以不管你肉身的父亲怎么对待你 记得我们神是这样对待我们 那大多数的青少年其实 这是我看六A的力量那本书的作者说的 他说大多数的年轻人其实不是很在乎父母亲心里想什么 心里想什么其实也不会知道 可是他们却很注意听 很多时候爸妈在说什么 他们是很注意听的 兄姐妹 你有没有很注意听神的话 你有没有很在乎神的话 还是你觉得神的话没有什么 你只喜欢抓那个神祝福的话 神那种讲到如果怎么样不好的你通通都不听 你所有的话都要接受 你要概括承受神的每一句话 盼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在意神的话 去并且遵守神的话 最后一方面我们要结束 那不管你肉身的父亲是怎么样子 那记得要好好地孝顺你的父亲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地孝顺我们的父亲 如果你父亲还健在的话 那大家知道有爱之语吗 大家知道你们的爱之语是什么吗 年轻人你们有做过爱之语的测验吗 没有 好像只有十个人 五个人 所以表示你们可以让年轻人们做一下爱之语 都知道吗 都知道自己的爱之语吗 好 那我等下讲到那个爱之语的时候 如果是你的爱之语你就举手了 那礼物 是礼物的举手 你喜欢礼物的 有吗 这么少啊 这么少 好 放下 好 精心的时刻了 精心时刻有吗 很多 这个很多 好 放下 服务的行动 好 请放下 那肯定的话语 有吗 那肯定的话语 有吗 肯定的话语 也不多耶 好 请放下 好 最后 生理的接触 有吗 有没有从得到尾去取得了 好 你不只要知道你的爱之语 你也要知道你父母亲的爱之语 好吗 年轻人有没有鼓励你去 知道你父母亲的爱之语 然后去对你父母亲表达你的爱 因为上一代他们很含蓄啦 他们真的很不大会爱人 那鼓励 因为我们在教会 常常会抱弟兄姐妹 是吧 只准抱同性的 那个牧师的教导是抱同性的 从来没有要你抱异性 不要说牧师说要去抱你 不要乱抱 那会出事情的 你在教会常常会抱 抱其他同性的弟兄姐妹 回家要去抱你的父母亲 一开始抱的时候 他一定很不习惯 如果他不习惯抱你的话 你抱他一定不习惯 可是他一定很开心 他一定很开心 子女抱父亲 父亲一定是很开心的 一定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那记得因为圣经里面说 孝顺父母这是 要孝敬父母这是一条 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 如果我们孝顺父母的话 我们就可以凡事顺利 再次得享长寿 那我的好朋友张梦亮老师 他有一篇文章他就说 他说我相信孝顺 是传福音给父亲 让他得永生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在美国 在读书的时候 在美国读书 他呆好姐在读博士班的时候 那几年他写了好多的信给他爸爸 一个礼拜平均写一封信 那有一次他爸爸 大概在 大概在临终的前面 不到一年左右 他跟张老师就说 文亮你过来 我今天我要给你一个 最棒的礼物 他就想说 爸爸给他最棒的礼物是什么呢 就原来一堆信 六七百封 六七百封之多 他把他的儿子写给他的信 全部都把它整理起来 那张老师把他打开来看 每一封信上面都有每一批 大家知道什么叫每一批吗 年轻人 完全多 果然不知道 好 尹忠豪教一下年轻人 还要教一下牧林 他第一次用红笔 他有两次每一批 每一封信都有批两次 第一封信都在改正 这个观念不对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那第二次 可能隔一段时间 再看一次的时候 开始认同了 我觉得儿子讲得很有道理 然后讲那个什么 然后张文亮老师一直以为他的爸爸是在临终前的一年才受洗信主 结果他的好朋友说 文亮老师 我告诉你 你爸其实在十年前 在他受洗前十年 然后就信主了 当你开始写信给他 写到可能一百封左右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去教会了 他就说 我决定我儿子信仰要变成我的信仰 弟兄姐妹 你如果相信神是真的 你的信仰不是只有上面可以传承下来 你可以影响你的爸爸妈妈你知道吗 因为爸爸妈妈都非常的疼孩子 都很爱你们 所以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 我们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 如果你爸爸还健在 鼓励你 可能是你如果爸爸还没有信主 你要让你的神也成为你爸爸的神 他可能没有被爷爷好好的疼过 可是可以让他被我们天父好好的爱 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事情不是吗 好吧 这个时候我要邀请他从座位上站立 我们要一起来敬拜 然后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神节的爱再次领导我 温柔的爱再一次安慰我 释放我回复我 神宝写成为遮开 神殿本子已离开 耶稿本子已离开 耶稣的爱再一次一支我 再次一支我 完全的爱再一次充满我 借敬我 艰苦我 本欲从天降下来 你的爱永不失败 圣洁的爱 再次领导我 温柔的爱 再次安慰我 释放我 恢复我 尽宝写成为遮盖 圣殿满子已灭开 耶稣的爱 再次依止我 完全的爱 再一次充满我 借敬我 借固我 本欲从天降下来 你的爱永不失败 圣洁的爱 再次领导我 温柔的爱 再次安慰我 释放我 恢复我 尽宝写成为遮盖 圣殿满子已灭开 耶稣的爱 再次依止我 完全的爱 再一次充满我 借敬我 借固我 本欲从天降下来 你的爱永不失败 年轻人 我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 那我第一个问题会是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你曾经从你的爸爸受了伤的 你的爸爸可能让你很辛苦的 如果这样的 年轻人 我请你把手举起来 为你祷告 我特别为你祷告 如果你在你父亲身上 得到很大的伤痕 那或者是你从来没有在你爸爸身上 找到肯定 以至于你一直寻寻秘密 好像想要找到你的价值感 还要找到你的安全感 如果这样的年轻人 好不好 这个时候 我要请你把手举起来 我要请你把手举起来 特别要为你祷告 我手到三的时候 请你把手举起来 一 二 三 好 请放下 我祷告一句 你跟着我祷告一句 所有人跟着我祷告一句 亲爱的耶稣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做一个祷告 主要 我在我父亲身上受了伤 今天晚上 你的爱充满我 你那个完全的爱充满我 你的爱医治我 我的父亲不完全 但你是完全的 我父亲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爱 但是我知道主你爱我 你甚至把你的命都为我给舍了 今天晚上我就是来到你面前 主 我没有得到的 主 我用自己来代替 你爱后的浇灌在我的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浇灌在我的身上 让我再也没有遗憾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继续来祷告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天父 天父爸爸 他是具有6A的一个父亲 年轻人让我们向我们的天父 学这6个A 让我们学习去接纳我们身旁的人 学习去肯定我们身旁的人 让我们学习去付出关心 在我们身旁的人 对你重要的家人 请你去付出时间去关爱他们 然后该负责任要负责任 那如果没有负责任的时候 最后就会有所谓的管教 就是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跟天父爸爸 来学这个6A 让我们也为 为上帝是一个具有6A的父亲 我们向神来感恩 我们就去开口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今天晚上 再次回到别人家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爱我们 谢谢你爱我们 谢谢你接纳我们 主啊 你从来没有嫌弃我们 主啊 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 主啊 你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主啊 今天晚上 带你每一位年轻人 真实的 真实的经历你的爱 只经历那无条件的爱 主啊 今天晚上 带你每一位年轻人 真实的经历你那毫无条件接纳的爱 主啊 也让年轻人去经历主啊 主啊 你那个赞赏的爱 主啊 你看我们为宝为尊 你看我们全然美丽 主啊 今天晚上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主啊 你乐意与我们同在 恩待每一位年轻人 真实的 愿意常常来到你面前来求告你 你就与我们同在 主啊 你常常对我们说恩子的话语 常对我们说肯定的话语 主啊 主耶稣带领每一位年轻人 让我们是有肩膀的 让我们是可以负责任的 主啊 主啊 我们就在那边前向神来祷告 向神来敬拜 向神来仰望 谢谢主 谢谢主 最后我们为我们肉身的父亲 向神来现场感恩 或许他不完全 或许他可能缺席 或许他可能忽略 或许他有很多这个那个状况 可是我相信 没有爸爸是故意要伤害做子女的 他已经很努力的做好那个角色 好不好 我们这个时候 为我们肉身的父亲来祷告 让我们可以带领他信主 让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的爸爸可以以我们为荣 我们就以开口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今天晚上 再次我们来到面前下来祷告 恩待每一位年轻人 让我们肉身的父亲 都能够以我们为荣 或许 或许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 或许他有很多的情况 但是我知道 主啊 他是爱我的 主啊 今天晚上 带你每一位年轻人 主啊 不只是我们接受耶稣 乃是主啊 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父亲 他们也要接受耶稣 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就来到祢面前 向祢来祷告 向祢来敬拜 向祢来仰望 所以主耶稣 谢谢祢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 主啊 谢谢祢今天晚上 我们快乐欢喜到祢面前 来敬拜祢 为我们肉身的父亲 也为我们天上的父亲 向祢献上我们的感恩跟赞美 所以主啊 不只是我可以得救 也让这得救的恩典 要临到我的父亲的身上 带领每一位神的儿女 都跟我们的父亲 有个美好的关系 也让我们跟天父上帝 有美好的关系 特别为我们跟肉身父亲 可能是在这个当中有受伤的 主啊 让我们在祢的爱的里面 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 让我们可以在祢的爱的里面 可以得到那个完全的替代 再也没有任何的遗憾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祢的爱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打掌声归给爱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低头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远 阿们 感谢主我们再次用掌声 谢谢永诚哥带来的声音